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TIDB Contributor学习之路 我叫杨文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杨文 现在GX专业技术VP 之前在小岸专业技术总监 然后是TIDB的contributor 也是购业主的发起人 我今天带给大家这个话题的大纲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会讲一下怎么样跟TIDB结缘 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 如何拆米TIDB社区 第三个就是行动起来 第四个是学到什么 然后是问答环节 首先讲一下TIDB怎么结缘的 大家都知道TIDB的创生是刘琦还有黄东旭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Codis的作者 然后之前我们在项目当中就是对Redis 有那种大量的大存储量的一个需要 所以当时然后看到了Codis 当时我们还调研了 然后并且也看到了那个黄东旭写的几篇有关Codis的一个设计和架构方面的文章 然后后面我们也去调研使用了它 然后当时就知道了各语言可以写这么强大的产品 接下来是如何参与社区 这个是Pintag的一个开源社区 大家可以在上面去看一下 在上面有讲到怎么样去参与 怎么样大家可以怎么去成长 怎么去学习 怎么去参与社区 这里我就说了 先说一下我所理解的参与社区的方式 第一个是使用TIDB后修复你自己发现的bug 第二个是修复别人在TIDBissue上提出的bug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GitHub直接搜索标签 然后help1提for your contributor 然后第三个是参加TIDBcontributor的系列的活动 现在已经举办了好几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是添加内建函数 一个是为TIDB重构bugting函数 然后还有一个我这边发起的就是 蒙信如何成为TIDB contributor 然后是工程式文化如何体现到极致 大家稍后就知道是怎么样是极致 稍后给大家讲 第四个是回答设计用户的疑问 包括安装配置加个设计 原码分析问题答疑等等 第五个是参与文档的编辑 比方说接下来这个如何从您开始参与大型开源项目 这个文档编写 然后还有一些Redmi的一些修改 或者说答疑的补充 参与的渠道 或者说深入参与的渠道 有微信群给他们也许 好我们行动起来 首先我这里只举了一个macOS的一个系统 其实在其他系统应该也是很简单的 我这里就不多说 第一步就是编译 编译的话是使用mac file的 mac mini mac server 然后编译好了之后 它会编译到bin目的向上的一个tdb server 然后直接bintdb server 然后运行运行起来之后 然后再开一个新的终端 然后通过mysacle配置 然后去连接 连接之后就可以selection方表 那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大家比方现在大家如果用macOS 然后去做这个操作的话 你肯定会遇到一点问题 因为有可能你的mysacle没有装到你 通过homebrew去安装的话 是安装到最新版本 macic client 8 这个8 然后装到的那个macic client也是8的版本 然后可能会遇到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 unload chases id 255 这个是什么问题的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issue 它一定有解决 有提供解决方案 那这里我想说的是 这里我也给这个问题提交了一个解决方案到那个 就是文档当中 就是这个文档当中我做了一做了一点补充 对于一个开发者来说 TIDB为我们的实践之路已经准备的非常好了 下面这个文档只是冰山一角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 相信大家来的 来参加今天活动的很多人 对TIDB如果有所了解 应该都知道 TIDB在看见社区 在文档方面 给我们准备的非常的好 我们也可以学习 并且我们可以学习 把学习的东西 应用到我们的公司当中 然后我们去实践 我们去找到适应我们公司内部的这样一套技术氛围 技术成长 技术积累的一种方式 接下来我讲一下就是我的一些PR 还有issue 我这边的PR对吧 没有成为committer 那所以我这边的主要就是一些backfix 或者一些小的一些点的优化 我这领地的启动了一小部分 首先前面两个是跟时间相关的 然后下面一个是跟制服创 制服创替换 然后下面一个是DDL 就是一个制服级的一个处理 然后下面一个是有代表性的一个 跟go report card 这个上面提供了一些建议 我做了一些修改 包括一些没有严格按照勾定 然后还有一些语法 还有一些切施的一些东西 下面我就分别讲一下 第一个是时间的UX timestamp 这个函数的使用 首先我说一下大bug是怎么来的 我在使用MySQL的UX timestamp函数的时候 想到说PyDB它是兼容 对吧 兼容MySQL的百分之百兼容 对吧 号称百分之百兼容 那我要看一下 它到底能不能兼容到这个函数 所以我就试了一下 结果一试 真的出现bug了 那我这边的测试语句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创建一个表 然后有一个ID 然后有一个Detime的这样一个Detime类型的一个支段 默认的话是允许为Low的 OK 然后我就插入一条记录 插入一条什么记录 就是因为我ID是自身的嘛 所以我就直接ID也是Low 然后Detime也是Low AloneAggersTypeForUltimeType0 就是说那个不知道的一个参数类型 LowTime 但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在代码里面没有去判断Low的这种情况 所以修复代码也很简单 直接按照那个代码的上下文 然后增加一个key key是这种情况 就是TypeKindleLow 但是现在这个这块代码已经重过了 如果现在大家再去 那个UltimeStamp这个时间 然后去找这个代码 或找这个错误提示 其实是已经没有了 下一个DateFormat 就是时间格式 我前面的我就不说了 其实也是类似的 都是因为我在用的过程当中发现 有用到这个函数 然后想到KindleLow是否有支持的比较好 所以就去做了这样一个检查 这个语计是SelectDateFormatDetime 然后一个时间格式放T 然后一样的 就是它也会报一个错 报一个错是什么 就是 Interface is nil LotTime LotTypes.time 就是它不是时间类型的 也是一样的 就是判断一下 它是如果是这个代码是Low的情况的话 就直接返回Nil 下一个 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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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当我的一个字符串 前字符串是空的时候 我用Replace去调用的时候 得到的一个结果之前是 TidB W TidB W TidB W TidB M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在用一个空 然后去检索的时候 然后会发现 它这里的话是把每一个字符 然后去分隔了 这个其实跟MySQL里面的实现 或者说结果它是不一样的 其实正确的结果是 它不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它不能去替换TidB 所以得到结果应该是原创 然后我要去Fix这个问题 然后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也是一个判空的一个处理 所以当我的旧的这一段是空的时候 然后就给它把原创 设置回去 然后去返回它 就这么简单 上面两个是我在实际用的过程中 然后去发现的 或者说去找到的Bug 就是我自己的Bug 然后下一个是我的 怎么样来的呢 其实是一个issue 就是根据一个issue 然后去Fix的 5743 然后是一个检查表的一个 字符级的一个处理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创建一个表 然后给它一个字符级是ABCDD 然后我其实想得到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字符级不存在嘛 那应该要给我至少报一个错误嘛 说这个字符级不存在 然后创建表不成功 对吧 不然的话我这个 如果我想要创建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说UTF8 UTF8 Mb4 如果我写错了 UTF8 Mb3 Mb5 对吧 其实是很有可能不生效的嘛 那在接下来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得到的就是 你是用填了什么 然后它就显示什么 其实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 对吧 对吧 嗯 嗯 然后这里的 这里缺少一个怎么fix的啊 加一下 这个是5835 5835的吧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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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很简单 我把它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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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说我在那个执行DDL之前 然后去做一下检检查检查这个支付级 然后就是去调用这个检查支付级这个函数 就是我的那个支付级还有就是collant 然后他们符不符合 如果验证不同过的话 然后就报一个错 就是报一个不支持的支付级 然后反而回去 OK 上面都是一些bun 现在是可能大家看起来这些是很简单的fix 大家觉得说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去做这方面的fix 可能没什么意思 是吧 或者觉得说太简单了 去做这样工作 觉得说没有什么提高 其实不是 不是啊 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提升 特别是在细节方面 但而且这些其实也不简单 还挺麻烦的 我这里就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5867这样一个fix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提升 提升的是什么 是go report的一个go report card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这样一个网站 然后它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再加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tide db的一个go report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是可以试址 有点 有点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各位Port的一个结果 平均A加对吧 那这个也是根据这个上面的结果 然后去他有一些建议 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就是去修复它 OK 然后我这个是修复什么 就是一个当时是contact 因为TDB之前用contact 是用的GolangX 然后我来修复的话 其实就是把它 然后转换成 Go Go标准包里面的contact 虽然他们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说去替换下名字 感觉其实很简单 但其实呢 也没有说那么简单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TDB里面 也用到一个自己实现的 一个sessioncontact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当时我再去做这个的时候 其实本身对吧 对这块肯定都不太了解 所以以为是很简单 去换一下名字 然后调一下顺序 然后就可以了 结果其实也遇到一些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甜菜 然后这里给到我的一个建议 所以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理解 但是不要怕 对吧 我就把它修了 提上去 让这些TDB这些作者们 对吧 给我们提建议 就相当于通过它们 来让自己成长 这也是一种方法 当然就是我们也是尽量要做好 这是 其他更多的 我可能就 这里就不细细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 更多的一些代码 比方说 可能我没有 上面没有提到的 就是参与那个 这个重购 这个重购 一个重购 重购 然后还有就是修复 修复两个Bug 一个是支持转换阶层到 Float64 还有一个是Fix onSign December这个处理 然后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Bug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有增加一些单元测试的一些案例 然后我就说一个 这里还有那个 就是一些医朽参与的 然后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做这些呢 其实我在前面也提到 就是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发现一些问题 然后去引导大家 然后去参与进来 对吧 那就是这个 就是蒙新如何成为台地VCountry Reader 就是台地V官方 我们给到一些系列活动 那我们自己其实也可以发起一些活动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是在一次微信群里面 然后因为一个话题 就是引起了 那个我们Pincap CEO尤其的关注 然后提到了一个想法 对 但是我忘记我当时提的什么 但是有些提出来 然后是这个 看一下 就提到这个Essue 就是6129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6129 就提升代码的 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CodeView的一个美学 取身CodeView的一个美学 改进代码评审的美观 改进代码评审的美观 然后这里有些 其实就是一个百分符号 在那个CodeView 大家都知道 在Github里面 然后去做对比的时候 然后会出现这样一个 不好的一个显示 就是百分号 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Essue里面 也提到了 然后怎么样去教大家去检测 怎么去用 OK 然后当时有列出来 就是大概有这些文件 需要做修改 当时也发出来 让大家来参与 大概看一下 应该有四五个人参与 然后在做这个过程中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Gode的一个 官方文档的 对于赠 支付量的一个说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OK 然后我们从这个 参与开源设置里面 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 D 了解了 CLA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 就是 贡献者受试习 大家可以去看这篇文章 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实践的 在Github实践的开源协助模式 然后单元设置是很重要的 这个在前面就提到 然后是Github的Essue标签 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Essue 对吧 怎么样管理 现在怎么可以管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就是 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到 就是在Github里面 然后有很多的缩写 因为 为什么呢 就是老外嘛 老外比较多 然后 应该不能叫老外 就是我们的国际化 就是用英语的这些伙伴们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简写 比方说LGTM 大家应该都看到 对吧 LGTM 然后我们TIDB 就是TIDB的一个认证的话 就是你一个PR 然后要被和平 至少要得到两个LGTM 才能够被merge LGTM 包括一些其他的 就是 OM OM OMO 对 等等啊 这个可以 把这个列一下 大概有哪些 这里列一下 有哪些 比较常用的 LGTM WIP IMO LGT1 LGT2 等等啊 DNN 嗯 等等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都能够学到 然后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当我们在本地开发做 就是修复bug 或者说做某特性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要在最好 最好是在医学里面 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先抛出来 然后呢你就提一个PR 然后标记上WIP就是 可能正在做这个PR 这样可以避免一个问题 有点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看前面有一个 看到的就是在到处第三个 然后我在做reverse reverse这个标记处理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merge 是没有被合并的 没有被合并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有我 还有另外一个同事 都在做这个东西 然后我提交他 应该是比他提交完了 看一下 就几个小时吧 反正我记得 building in the revers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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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看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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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就说一下就是 其实看到那么多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跟 肯定大家都想跟大咖文公司嘛 那肯定公司这种就有两种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把医朽PR提出来 大咖文他们其实每天工作他们有花很 就每天本身就有很多的时间其实都在这上面 所以你提的东西他们都会去review review你的代码 review你的方向 review你的问题 就解答你们的问题 对不对 嗯 大家这里可以看对吧 然后我下面是我这边的分享一文章 然后这些文章其实都是跟TIDV然后有关联的 第一个就是如果成为开源项目的contributor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在我第一次给TIDV提的那个PR 最后我自己去中间写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GitHub Redmi里面添加徽章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啊 就是现在很多项目上不是在Redmi 在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那种徽章嘛 对吧 包括刚刚提到一个Google Podcast 这样一个评级A加 对等等 包括还是你有多少个issue啊多少个PR啊 等等等等 对吧 看起来项目对吧 比较高大上网 然后看 然后也是因为TIDV这边的了解到 然后去做总结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TIDV提群入门实践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公有云上 或者说在自建的机器上 然后去构建这样一个TIDV的提群 其实这个非常的简单啊 因为TIDV提供了一个 Answervel的一个部署 就是你只需要准备好机器 然后去搭建就可以了 很方便 可能会有一些简单 然后有些问题 其实这个的话 TIDV这边也有很多的支持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TIDV 和MySQL这个所有的实践 然后是透彻理解Git 包括就是Git 其实这里不叫Git 应该叫就是开发分支 怎么样去做 工作流 Git的工作流程 OK 怎么样 在GitHub的工作流程 下面一个是小白怎么 对TIDV进行原本分析的 这里就讲到了说 我就是不懂TIDV的价格 我就是不懂TIDV的这些特性 对吧 很多事情我都不懂 整个工程代码行数其实是很大的 对于我们来说想要参与其他 那我也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搞清楚 然后再来参与嘛 对吧 所以这就提到就是对于小白 然后怎么样去研发信息分析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OK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